面对国内新冠肺炎以及近日的地震频繁还有大雨水患 花莲黎山劳母慈云宫特别举办一连三天的护国息灾超建大法会 现场布置超建法会解冤亲法会 大小法船祈福牌位与普渡桌区 欢迎广大信众把握机会 共同祈求行进平安 农历七月吉祥月最适合举办祈福法会安定人亲 黎山劳母总庙慈云宫8月13日到8月15日一连三天 举办护国息灾超建大法会 设置庄严隆重的法坛 遵请三清道教总庙法师许荣才主持 祈求风调雨顺灾难消弭 受疫情影响法会筹办也完全符合防疫规范 并且没有广邀其他县市的公庙来参与 但是三天的法会依然布置得庄严隆重 包括有超建法会 解冤亲法会 大小法船 祈福牌位 普渡桌区 还有很独特的浑身公钥 这是一场相当难得的普渡祈福法会 欢迎广大信众把握机会 8月13号到8月15号 早上7点到晚上6点 前往黎山劳母慈云宫参拜 共同祈求心尽平安 介入会节安相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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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